小丽是个农村姑娘,人很漂亮又勤快,可惜家里不是很富裕,在她上完中学家里就供不起了,她辍学打工,只为供弟弟完成学业,虽然自己不能好好念书,而过早进入社会受苦,但也没有怨天尤人,她努力工作,自己挣钱,孝敬父母,希望有一天能够战胜命运。 过了几年,弟弟终于大学毕业了,她也终于能放下家庭终端,能好好为自己考虑,母亲其实一直对小丽很愧疚,没能给她好的生活,不让她为家里担心,她想接下来一定为女儿找个好婆家,让她能安定下来有个依靠。 好景不长,小丽弟弟因为一次开车撞到了人,对方向弟弟说要九万的补偿,家里才刚因为弟弟毕业了,步入正轨,根本没有那么多钱,大家东拼西臭,也才三万块钱。 这时母亲想起小丽上了好几年班,应该有点积蓄,但小丽说,我这两年几乎把钱都给了家里,哪还有什么钱。 母亲突然想起村长好像前两天来家里提亲,要给十五万的彩礼,村长就一个儿子。 但是是个傻子,那个傻子见人也不喜说话,只会用点头和微笑来表达。 小丽母亲当时心疼女儿那么多年为家里受苦,想给她找一个能真正为她遮风挡雨的男人,所以没有同意。 现在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情,只能和小丽商量,让她嫁给村长儿子。 小丽一听懵了,她不愿意嫁给这样的人,她不敢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一个傻子。 但是母亲硬求着她,她要是不嫁给村长儿子,小丽弟弟就毁了,被撞的人肯定不会放过她。 小丽看见母亲哭的那个样子,心软了。 婚礼举行得很仓促,可能是村长怕小丽突然反悔,就急匆匆地把小丽迎回了家。 小丽第一次见自己的丈夫,其实丈夫长得挺好看的,个子很高,也特别白。 就是见到僧人很紧张,不知道说些什么,但是时间长了,小丽开朗的性格可能渲染了她。 她开始和小丽聊天,关心她,后来她才知道丈夫根本不是傻子,只是有点社交恐惧症,不敢见僧人。 但其实她善良又温柔,是一个暖男,小丽感谢上场赐给她这么一个好的男人。 小丽为了让丈夫克服自己的社交恐惧,问公公借了点钱,开了一家杂货店,让她多见僧人多交流。 没多久,丈夫就像变了一个人,不再像过去见人就紧张,不说话。 别人都夸小丽,嫁人还有治病的能力。 看见儿子越来越好,公公也特别感谢她。 日子就这样越过越红火,店里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,丈夫对自己也非常体贴,每两年两人就生下了儿子。 过年春节,母亲给自己打了电话,弟弟公司出了点问题,需要十万块钱周转一下,就想到了小丽,想问她借钱。 小丽说可以,自己手里还有点积蓄,母亲一听哭了起来,说那年为了你弟弟把你嫁给了一个洒子,如今还巴巴跑来你帮忙,对你很愧疚。 小丽笑着说,没事的,都是一家人,再说我现在过得挺好的,不用为我担心。 听了母亲的话,我感慨万千,过去我也曾埋怨老天,对我的不公,让我受尽苦难,受尽折磨。 但是现在我认为,只要心怀感恩的心,再多的痛苦也都会过去。